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1月6日 今天是星期六 來到星期六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時事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研究中國大陸 這個叫做中席系 中席系 整個集團 資產 的金融規模 比恆大更大 這個中席集團又有中國大陸 富人俱樂部的稱號 即是說他只是受 富豪 有錢人才能夠加入 玩的俱樂部 現在這個中席集團 由上年開始 陷入財政危機 再到 債務爆補 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 正式 在今年 1月 5日正式在北京申請破產 非常juicy 這些 絕對是你看著一隻又一隻爆煲 作為經濟話題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強烈的證據顯示這個地方 中國大陸 還有香港 到底今時今日這一刻 是否還能夠繼續投資 這些全部都是客觀的證據 這節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6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繼續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通擊五毛 通擊立志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做好 優先工作 優先工作就是保障你的個人安全 還有個人資料的安全 做好之後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縮大發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記得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當然要是 在你安全的情況下 回來研究這個中植系 好 講講這個叫做中植系 中植系 英文名叫做 EZEG 不用說了 仍然是普通話拼音 他正式的成立日期 是1995年來的 他的總部設立在北京 如果你看他的集團介紹 他說中植公司 是中國大陸領先 大型資產管理公司來的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不斷地 向全世界 推銷自己 說自己有最優質的資產管理 那麼中國大陸的資產管理 是不是真的優質呢 當然知道不是 中國大陸 是 由於複製了大量的美國企業 還有金融機構 的組織架構 由於華爾街和中國大陸合作 整個美國的國策 原本就是扶持中國大陸發展經濟 所以 中國大陸 徹底把美國模式 照版主管 照抄 還要加上富有中國 社會主義特色 的貪腐 以及造假 在裏面 所以中國大陸 的公司 就是說自己越做越大 自己有最優質的管理資產的能力 到最後 就變了 會大爆煲 如果你看回中籍集團的介紹 他說自己 是實業加金融雙主業模式 逐漸發展成為 涵蓋實體企業 資產管理金融服務財富管理 的綜合性企業 即是做些甚麼呢 你仍然不知道要做些甚麼 他 包括的業務 說自己有 發展半導體 大數據 後面那些東西才厲害 我都未聽過 大消費 大健康 幼兒教育 新能源汽車 生態環保 企業外包服務 你聽到也知道出事了 一說大數據大消費 加上大字的東西 通常都是 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騙局 有甚麼有大字 大灣區 明日大嶼 中國大陸逢弄出大字 好像保證出事 當然還有 一個叫恆大 所以 不是開玩笑的 他告訴你大甚麼 甚麼大甚麼 就是大糟糕 你再細心看看 我不當你的概念有問題 你看看他做甚麼 的業務 做半導體 做新能源汽車 這些全部 是被譽為中國大陸的爆煲 的業務來的 新能源汽車 來來去去 是用盡污染的方法製造的電池 而出來的電池 有甚麼新能源 電根本不是新能源 雖然你說電池也算是新 再看看金融業務 金融業務 就是有中融信託 中融基金 橫琴人壽 行邦財險 還有一種業務 竟然叫做 困境資產 管理 總之 中國大陸 跟你說金融 資產管理 就是一大堆 天下文章一大抄 總之抄了一大堆 就是一些很艱深的字眼 你根本不知道他做甚麼 其實我們以前 在 做香港專業人士 還在香港 Tony 他也有接觸不少中國大陸的資產管理 裏面其實是有一群 寫手 負責去幫那些公司 作文章 我們也有見識過這些寫手 他們真的很作得 基本上 跟寫西遊記差不多 基本上 是大話西遊 無中生有的 即是他們的作文能力 中國大陸 我真是很佩服的 其實中國大陸 的老作和作文能力 我覺得是遠超香港的 結果說甚麼都沒有用了 到最後 無論有多厲害的業務也好 不能夠清常債務 有那麼多業務 還要借那麼多錢 搞錯了個問題 他有那麼多業務 就是可以借錢 借完錢 又再擴充業務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的毀滅性 發展模式 這個也是 中國大陸的地產商的發展模式 即是恆大 我現在預先跟你說資產 很大了 過千億 我就可以問外面的錢 例如銀行 銀行 很大程度上 跟他們在背後串通 所以 中國大陸的債務 現在是企業債爆煲 實際上 銀行是沒有辦法撇障的 銀行是由於貪腐 由於 勾結 所以銀行基本上 把 中國大陸人民的客戶 存款 全部轉移給 什麼什麼集團 什麼什麼公司 全部搞資產管理 所以 中國大陸 為甚麼現在的遊客 窮得那麼厲害 又沒有薪金 銀行的錢又禁不了 出來 因為都沒有了 給 這樣的企業 背後的貪官 銀行串通 全部 蒸發了 所以中國大陸 那個 債務的爆煲 應該是遠遠高 比你現在的那條數 即是說你現在表面看到 企業說是爆煲 企業如果可以爭落 人家幾千億 你真的要問一個問題 到底當初 為甚麼會有金融機構有那麼多錢借給他們 這些錢 錢從何來 雖然說搞金融 可以接近無終生有 但是 總有一個來源 其實 來源就是在中國大陸那些 人民的 存款上 所以 這些 所謂 有後台的公司能夠借到那麼多錢 他 現在 是被傳的戶口得回180多萬現金而已 但是你知不知道欠債到甚麼地步 欠債到4千多億 你沒有聽錯是4千多億 你的戶口是180萬 你想想這個槓桿有多大 這個槓桿絕對不是 普普通通 我們在說香港的負資產的槓桿來的 就算你借九成按揭 你也是一比九而已 所以錢從何來 沒有得還 欠債到幾千億 才說來破產 你想想 這樣破產法 其他 債主持有多大 所以你想想 連鎖反應有多大 過千億的經濟效益 你自己想想 只是一個中籍集團 你看看香港 逛了幾十萬人 逛了半百萬人 逛了英國買樓 整個香港逛了那麼多錢 購買力 在英國買的樓宇 都是1000億港元 只是 一個中籍集團 欠債已經欠了四千多億 你怎麼可以填平中國大陸的債務 你真的告訴我 所以你很客觀地看數據 整個香港 半個香港的人回深圳消費 你都還沒有填 中籍集團 以及恆大的數字 所以 香港是沒有可能 單靠 香港人消費 是會幫到中國大陸輸血的 香港整個庫房 填下去也是頂到一陣 所以我亦基於這一點 我覺得香港 那種 對抗模式 總之不在香港消費 基本上方向也沒有錯 當然最理想的 當然不要回大陸了 最理想的就是去日本 去台灣 或者去英國 去歐洲 當年這個中籍系 被稱為富人俱樂部 就是說你個人投資 最少要有50億人民幣 才會容許你參加 錢就是左握右握 從銀行 貸款 還有個人投資 那裏得回來 到最終 當然就是爆煲收場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大家好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這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夠音符 我們不斷 事件 感谢观看